大家好,我是大山 这2020年怎么说呢 不管我们多么的美化它 或者是尽量想一些积极乐观 正良量的话来说 但是呢,我想归根结底 对多数人来讲 这是挺悲催的一年 所以我想读一首比较悲怆的诗词 来告别糟糕的2020年 处词久变2000年以后的今天 读起来依然觉得非常的生动 把秋天万物凋落与人的遭遇紧密相连 非常的有意思 也代表着我个人这下半年的一些心情吧 不过也许就是人过中年吧 时为为而过中西 不管怎么样 这首诗送给今年所有感觉很失忆 很失落的朋友们 当然我们悲羞至于 潜台词是秋冬过去了 春夏必然会来到 这是忘好了说 好 处词久变 告别2020年 悲哉 秋之为弃也 潇涩兮 草木摇落而便衰 潇涩兮 灯山临水兮 灯山临水兮 宋江归 雪辽兮 天沟而气清 了鲜立' 时食之文尽 阔落兮积虑而无有声 惆怅兮而思自连 艳翩翩其词归兮 缠寂寞而无声 艳庸庸而难有兮 昆姬招扎而悲鸣 独身淡而不媚惜 艾蟋蟀之消争 时巍巍而过中兮 剪烟流而无成